我们今天飞机很晚 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但是我们今天到日本的第一餐 已经晚上11点了 一人纳豆与女友依依甜蜜拍片 日前小两口飞到日本旅游 你的人生要是没有我怎么办 咦 拒绝回答 你的人生要是没有我怎么办 完蛋 好 一举一动都闪杀大家 也能看出纳豆身体恢复良好 他去年1月因为脑出血住院 如今已经过了一年 传出将在农历年后正式复工回归 通常受这个伤 不太有人可以期待自己 还可以接工作机会 就想不到我受的伤刚好是一个 我觉得你可以解决就对了 这半年这一年 我都在找很多什么功课这样子 那我觉得可以 去年10月现宣记者会 纳豆透露12月要重拾主持棒 后来一一一代为解释太开心 一时口误表定是农历年后 电视台则说录影时间尚未底定 但距离那一天似乎真的近了 因为两人爱的结晶曝光 小两口带着自创水胶品牌登上电商平台直播 坦言做生意也不怕摩擦 纳豆少说都听一一的 更可能未来推出甜点 不只综艺节目与直播 纳豆去年11月也惊喜 现身美食旅游节目 让搭档曾子余好感动 毕竟日前应併告假 估计今年也将重返主持岗位 待观众继续吃喝玩乐 TVBS新闻商民赵循台北报道